天人合一的落脚点,在于行善积德。 作者,福安古观音格。 修行会落入两个病,一个只是关注心,而忽略身。 这类人,其实不知道心是什么,以为大脑想的就是心。 大脑知道知识很多,不代表修行。 真的心改变时,整个人气质都会改变。 所以,身心不是分开的,而是互相影响的。 还有一个,只顾得在身上下功夫,比如修持咒语,引导,齐经八脉,或者学习瑜伽。 为什么叫做外道,就是专门搞这些身体的,体验身体的感觉,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,忘记了新的修持。 这两者都是不究竟的。 修行先要有限地,限地要高,就是色身的目的就是用来借假修真,是用来修行成就的。 你在色身上搞,哪怕活到一百岁,对社会一点贡献都莫有,甚至到长生不老,不过是个守施鬼罢了。 应该让这个色身发挥到最高的价值。 价值也有三层,第一层就是好好地活,尽到社会责任,同时能为社会做贡献。 第二层,就是舍身取义。 像岳飞,文天祥看起来舍弃了这个生命,实际上获得更高的生命。 第三层,就是用这个色身来觉悟,同时带领大家觉悟。 所以禅宗说,不要太刻意这个臭皮囊,要找到臭皮囊里面的东西,才是真的。 身体坏了,再来过,下辈子再来投胎做人。 禅宗行人,只要有愿力,往返人间是很容易的事情的。 前面我会跟大家讲,最好的养生,是去行善积德。 你去做了善事,你再来去打坐,或者去吃饭,都觉得特别香。 生而为人,是让人能行善积德,觉悟生命。 在观音寺,有许多老太婆,常来做义工念佛,身体就很好,甚至还起早摸黑,吃的是斋菜,但她身体就很好。 道士有些人,很执著养生,补品,结果经常生病。 读了《黄帝内经》,就明白,人要顺应天道规律,就是行善。 你不行善,或者业障很重时,你想要顺应规律就很难。 比如你想要十一点睡觉,却偏偏挂念一切不顺利的事情,想睡也睡不住,第二天有默有精神。 这个佛教里面,就叫做业力,很可怕。 有的人,自己行医,懂得很多,但身体一定会健康吗? 不一定。 你学会了《黄帝内经》,那个是大脑思维。 世间的事情都不是听从大脑的安排,而是业力的安排。 所以面对病苦,医生自己也无可耐可。 这就是业力。 一个人去行善积德时,他身上自然能放光,能有正能量,自然能鬼神不侵。 所以,懂不懂养生不关键,心要是走在道上,身体就很健康。 要施法门给我们一个启发,这个色身健康与否,或者长的高矮胖瘦,都是和人的业力有关。 行善是养生的基础。 古人讲的,忍者兽也。 就是内心忍厚的人,他就比较长寿。 一个人要谈养生,还真不容易。 谈养生是需要福报的。 比如在饮食上,要清淡,不要吃酒肉。 那些农民工每天要干体力活,他就做不到。 肉吃了能成长的气,让人有利器,吃素的人,莫有什么利器。 再比如,如果业障很重,你想去养生,也不行。 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养生花招,是对是错,就看自己的福德了。 每个人都讲自己的养生方法最好,最起用。 是不是真的,就要看福德了。 没有福德,是碰不到好的医生,也碰不到好的老师。 对于色深,太直注不行,太糟蹋了也不行。 修行的基础,就是福德。 有福德,自然身体就好,莫有福德,身体很好,也会用身体来造业。 比如很多人补肾,就是为了男女之事。 这个观念中,本来就有问题。 有的人,不知道怎么养生,只知道行善,一辈子过得安安稳稳,而且能预知实质。 知道自己要走了,都安排好后事,然后笑一笑,就走了。 这个人莫有念佛修行,他就做善事就能达到这个境界。 HTTP 冒号 斜杠 斜杠 blog.cna.com.cn 斜杠 斜杠 blog.cn 斜杠 斜杠 blog.c34c 343100102 vkzt.html 有1个论人,有1个论子不停地登场,必须在这儿和我们的一位選手中交一带来说, 有1个论子也不可能会有6个论者会,必须在适当中。 这位是智悟工作的时间? 发生它 斜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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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杉杠 斜杠 斜杠 斜杠的续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